万字文为子四面屏六柱架字床 黄花离麒麟文圈被交椅 青花奎隆文贯 掐字法郎预制诗洋局图挂画 日前香港加世德宣布2021年春拍 将于5月20日至28日 与香港会展中心举锤 4月28日 香港加世德中国瓷器及艺术品部 开放春拍精选导赏 展出多件珍贵艺术品 据悉 本季将推出名秀灰鹰欧洲私人珍藏玉雕 贺维宁汉庄园中国古典家具 及重要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 共三场拍卖 其中一把明末清初的黄花离麒麟文圈被交椅 以估价800万至1200万港币 领衔此批拍品之首 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平常中国中文词源里头的第一把交椅 它的交椅是什么椅子呢 指的就是你们现在目前看到的这一把 交椅呢 它的独特之处呢 在于它的结构 它是一把可以折叠的椅 所以其实折叠椅子这个概念呢 原来早在宋代以前 中国人就已经想到了 那为什么它会有这么独特的结构呢 是因为以前的皇宫贵族出游的时候 也要证明自己的地位 所以呢 他们无法把家里的宝座拿出去的时候 就会把一个可以折叠 但是代表身份地位的椅子带出去 黄花离交椅的传世记录 极有30多把 这个是在目前市场上流通 可流通 有来源记录的唯一一把 此外 一张18世纪的青代黄花离四合如意团 吃纹为子六柱架子床 也因品相完整 雕工精美 文饰独特 成为本批拍品中的亮点 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一张 清代18世纪的黄花离六柱 四合如意吃纹文架子床 这个床呢 特别之处呢 是在于它的文饰 六柱呢 它的一些意义呢 会比较是像以前的一个陪嫁品之用 所以其实它的文饰呢 多数呢 都是有很好的寓意 家庭美满幸福啊 然后连生贵子 架子床 它的部件呢 像这一张呢 它是每一件都可以拆开的一个损毛结构 这就代表了我们中国古典家具里头的精华 我们现在这一件 家床的估价是500万到800万港币 2021年 是逢著名收藏家张宗宪的95岁寿辰 张宗宪在中国艺术品收藏界 深耕20余年 此次他的藏品之一 名宣德青花奎龙文贯 也将于5月28日举行的 重要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专场拍卖中亮相 其实这个清花庭呢 它的特色呢 就是它是很罕见的 因为在宫里面有一件之外 在建桥博物馆也有一件的 在私人手上呢 其实我们上所知 这个已经第二件 在私人手上的出现了 这一类的宣德龙文呢 你看一下 这条龙的鼻呢 就好像一个大象那样 这一类的龙呢 就是一个草龙 这一类的草龙的模式呢 在宣德的时间呢 就第一次见的 据介绍 此罐设计独特 同款瓷器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和剑桥大学 费茨威廉博物馆各藏一粒 此冠1988年 在伦敦拍卖 由张宗献先生 以三万英镑拍得 此后一直保留至今 该件拍屏所得收益 将全部做慈善之友